我不希望,我們下一代下一代 他們下來的時候,那個環境怎麼就變 因為我也會怕我們的傳統 他本身來講,因為他寫個一法 所以在我們的解讀上面來講 這個法本身可能還是要歸屬到 原來規範採取野生動物的保育法 政府應該要下放這個權利給我們 我們要一個,我們自己的遊戲規則 然後給他們看,我們要這樣子玩 就按照這個規則 我這邊主機處再重申一下 我們主機處是希望各位委員 能夠支持行政院的版本 如果說有一些修正的話 這會影響整個國家的資源分配 那原住民自治縣 其實你算在人數比較多的原住民的縣 其實人數比連江縣還多 連江縣計算沒有欺騙 才幾千人 所以並不困難 他們都是中央直接支持他們財政的 不會造成中央財政的困難 先燒夜夜版先吃飯看看 吃飯講看 吃飯講看 不要煩過啦 不要煩過 不要煩過 在煩到那邊 工作也沒辦法 幾乎是推翻了協商版的重要決議 包括自然資源權部分 國民黨又修回來 要求原住民族自治區內的狩獵 跟傳統記憶 必須依照現有的法令 例如森林法 國家公園法等等 經過申請才可以進行 而且也刪除了協商版 中央政府應該編列新台幣 100億元給自治區的字眼 這個十分也要來得有尊嚴 那既然經過朝野協商 要尊重 那我請問孔立委參加 那到了國民黨的黨團 林議事委員不同意 他尊重我們孔立委嗎 那用什麼要協商 那就不用協商了 體制上是非常不尊重吳盟 也非常不尊重我這個招委 當然我覺得國民黨的立委 也重重的被他們自己黨團 賞了一個巴掌 就連林議事經過五黨聯盟主席 林昆成辦公室也是匆匆離去 似乎沒有要協商的意願 你去找林議事堂 巴掌總統 我希望我們廖秘書長 真的好好看一下 我們幾個也不是乾一兩年的立委 六七年你們都看得很清楚 哪些立委是辯護黨的政策 哪些立委常常都有去配合我們黨團的動員 這些表現好的立委為什麼不能征召呢 為什麼不能獲得提名 還要我們經過黨內的出選嗎 所以剛才卸書記長 我們新任的書記長說 希望我們都能夠獲得提名 我非常的支持啊 當然我們嚴重立委選舉 算是比較單純的 如果表現好的 辯護我們執政黨的政策 在立法院委員會 這個大會出席 出席非常良好的 為什麼不能征召 繼續連任 是不是 所以我在這裡真的是 拜託我們廖秘書長 針對我們 我想我們立委都表現都非常好 大家都服應黨的領導 原住民基本法已經通過了 原住民自治呢 也列在裡面 我希望我當選上任之後 能夠開始選擇一個適當的地點 來示範原住民自治好不好 好 分心總統馬英九的政策跳票 立法院國民黨團不排除 直接把各黨團沒有共識的 原住民族基金法 直接受到大院表決 另外提出了 國民黨團修正動議版本 除了立法院長王金平以外呢 在這個現場 剛剛五點多 包括行政原民會的主委 孫大川 還有原民會各處市的代表都到場 另外在國民黨方面 立委孔文吉 立委簡東銘 楊仁甫 也都現身來到這個現場 五黨團結聯盟 則是由立委高金素梅代表 那麼緊接著民進黨立委陳寅 還有民進黨團的總召科建銘也到場 之後開始協商 我們在黨團協商 大家都是談理想 這個聯合國怎麼樣怎麼樣 這個我們當然是支持啊 那個高金委員主持之後 開了五六四的黨團協商 完全都是非常理想 跟國際的什麼原住民潮流都一樣 我們當然也必然反對 那問題是行政院他做不到啊 做不到 那我們就必須要退到一步 大家有個折衷的空間 所以國民黨團要負責任的 要提出一個行政院能夠實施的一個版本 所以我們也要請胡醫師牽制 那不可能照我們的協商 那很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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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今天不能夠代表行政院會講話 你不能夠代表行政院會講話 好不好 行政院已經讓步了 這邊那四條 實際上也有個意思 他們讓步 他們讓步 當時殘忽 報告院長 不能夠讓我全部按照行政院的版本 表示立場 不行 表決嘛 表示立場 你看一看他這個事故 你看過了嗎 我看過啊 目前就是協商版本嘛 然後 然後他們 我當然不能接受啊 他們只有100億的基金啊 我當然不能接受啊 讓大家有一個下台階嘛 什麼叫下台階 因為原住民的權益 原住民權益是用下台階來說的啊 我不接受啦 我不接受啦 原住民的權益怎麼可以說下台階 我們立法委員怎麼可以說下台階 如果行政院說什麼我們就得接受什麼 那就不要立法院 那就一言堂就好啦 哪有這種独立 這個說出去真的 怎麼可能會永遠 只要大家夠團結就會通過 怎麼可能會永遠不通過 23617262 只要你們大家都堅持 怎麼可能會不通過 何必 你就按照我們 你就按照我們 你就按照 你就按照 協商版本 你也拜託 立法院通過 行政院就必須要做啊 你不要把行政院通過會 都做得到 你在幫行政院擔心什麼啊 今天 今天如果都要按照行政院版本 就不要立法委員了嘛 喔 你也拜託欸 要能夠在台灣 能夠做得到的 那我們還有立法院幹什麼 立法院反正就是跟行政部門會不同的意見啊 立法院只要通過行政院就要照做 不是這樣嗎 那要立法委員幹什麼 如果幾位國民黨的立法委員 不認為原住民的自治法應該要談 土地權應該要談自然資源權應該要談裁員的話 他們不會在協商版本的時候 對著在下的官員在那邊 私聲吶喊 尤其孔委員啊 全程的露營下來啊 罵國家公園的罵林務局的 好不容易大家全部都已經弄了一個協商版本 罵官院長你懂我的意思嗎 然後呢 大家當時是多麼的站在原住民的權益 而且大家都是想要的方向去談 結果到現在你們告訴我說 哎呦啊 因為你們黨團不簽字 所以呢 你們其他國民黨立委 你們就覺得說 喔你們要聽從黨團 那很抱歉 我就沒有辦法接受了 最起碼應該要告訴大家說 喔我認同協商版本 因為這是我們原住民要的 但是因為我是國民黨提名的 所以呢我必須要尊重黨 我覺得這是合情合理 而且是很中肯 而不是說掛了一個帽子說 高金屬民你在阻擋自治法 你如果不通過自治法呢 你就是違反原住民的什麼 是不是 是不是 不是不是 報告院長 剛剛我是覺得 然後你應該要替我講一下話 可是我要堅持自然資源 我要堅持每年還要再播一百億給自治區 就這樣 不過就在大約一個小時之後 就跟外界的預期相去不遠 由於民進黨跟五黨團結聯盟 對國民黨提出的修正動力版本 依然無法接受 而且立委高金素媒跟孔文吉 在協商過程中還有激變 最後沒有達成共識協商破裂 抱歉 這是行政院版跟國民黨的版本 對 不是協商版 不是協商版 沒有啊這個 高金屬民也有這個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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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不管怎麼樣 我們現在就是 所以我現在先請問就是說 大家清楚這個版本的內容嗎 清楚清楚清楚 知道嗎 曾經到過各鄉鎮市 擔任講師的行政院園民會的族群委員 10月12號想要說服 吳蒙立委高金素媒辦公室的主任 趕快通過自治訪 不過遭到辦公室主任 反問族群委員 是不是真的了解細節 我知道我知道我看過 我看過我看過 我看過 政治基金一百萬 一百億 一百億一次性 就是說永遠不再增加了 永遠不再播出了 五年吧 五年 那不是初期 初期的一百億 不是說永遠都一百億 初期 那中期呢 為什麼不列入法裡面 那個 中期的基金為什麼不列入 慢慢來嗎 那長期的 法先通過 法先通過 苦笑 客氣的說參考參考 總之 政府機關就是要趕快先過了再說 好 我們今天還在談自治訊事 就是表示 在我們台灣的主地上 行政機關的主愛 還有主流社會的布料金 所以這兩個部分 是應該要 要加感動滿意 你們要的自治是什麼 要不要財政 要 要不要土地權 要 要不要自然資源 要 然後長期以來 原住民呢 在這個所謂的地方制度呢 也遭受了很大的困境 所以呢 要不要脫離這個縣市政府呢 然後直屬中央 要 可是問題是這四個最重要的是 確實國家的公權力 不願意下放的 總要留 我覺得如果原住民族願意 大家團結在一起 願意很大聲很堅持的告訴 台灣的政府 這是我們要的自治 你們現在給我們的自治 是我們不要的自治 是空的自治 是假的自治 如果大家可以團結一起 不分政黨 我相信馬英九中央 他的四號 自治法其實是 讓我們部落跟這個政府說 我們有這樣的一個自我管理的能力 把這幾十年來 一百多年來 這個國家政府 剝奪我們在這個土地上的 所有的資源 把它討回來 不是他們所想的 而是要以我們為主體在對 我聽就是一個牧師講 我不知道是哪一個國家的什麼 他就是說 當他們那個國家在開會 在決定原住民重要的事情的時候 他們就會讓那個原住民 原住民 我不知道他們有沒有自治區 就是原住民就是最大的 或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 跟他們的那個總統 就是平起平坐 但是他們在決定重要政策的時候 是讓那個原住民的首領先決定的 就是所有的 只要是關於原住民的事情 都會是挺他的 為了要選票什麼之類的 我覺得 尤其是在對原住民這個方面 他們可能會想要拿票 然後就寫了很多 像什麼原住民自治啊 什麼之類的 我覺得說如果真的要做的話 就要 真的有說到就要做 原住民要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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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覺得原住民的心態啊 你要從那個地方跑者 我來到這個地方 我就要照這個地方的遊戲 多久來玩 整個原住民其實 還在一種實質 被歧視的狀態 雖然我們很高興的可以 打得幫忙的時候 我是台灣族啦 整個民族的那個生存 如果沒有 自治區作為 很基本很重要的 一個生存基地 我想 就更不用談 其他文化的部分 然後就是什麼 那這根本就不用談 作詞佩子 作曲 字幕志祥 作詞佩子 作詞佩子 作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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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詞佩子